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同样穿上节日盛装 列队欢迎远方的贵客 那是祖宗传下来的规矩 必须 必须以这样的方式 才能体现苗家的珍重和热情 从古一千多年都是要做的 这面巨大的谷有一人多高 村里举行最重大的活动时才会搬出来 他们认为客人敲打这面苗族圣谷 会给全寨带来吉祥 流传千年的迎客礼将我们带进这个苗族古村 由于地处大山深处很少与外界接触 所以这里依然保留着苗族最传统的文化 由于寨子里的妇女头上都缠着红线 所以这里的苗族被称为红线苗 为了参加跳花节 大人小孩都要穿上节日上妆 这不同的服装 发型 也代表着不同的含义 这个小孩和大人是有区别的 对 你看小姑娘的是这个橘色的线 然后妈妈头上的是红色的线 这个区别是有什么意义吗 它这个就是少女和已婚的妇女 去看在颜色上 发色上和颜色上都不一样 你看 这少女吧 她是给盘的结往上的 圆圆的 圆圆的 一圈一圈一圈 妈妈的 结个婚的 她就盘着这个结 这个往后的 然后现在是红的 这样在花山上 年轻人一看 谁是少女啊 你结果会随时已婚的了 一模了然 与其他地方的苗族一样 各种形式的艺术表演在跳画节上是不可缺少的 大南山至今还保留着很多苗族传统的舞蹈音乐艺术 被称为苗族艺术的活画石 王大中 39岁 他现在正在排练的是一门国老绝技 在今天的跳画节上 他和他的一对双胞胎女儿将要进行表演 太精彩了 这大人用鼻子吹着卢生 还嫁着两个小朋友 您这练的什么表演呀 双飞燕表演啊 双飞燕 这是什么表演啊 这是苗族卢生舞的表演 卢生舞 大千玺舞里边的一段叫双飞燕 我第一次看用鼻子吹卢生啊 这得练多久啊 我练十几年了 怎么想到的用鼻子吹卢生呢 有老师传售的 这是他们家祖传 祖传的 到您这还是传到第几代了 还专门练这项才艺 我都是第三代了 这次从多大跟您一起练的 这两个小朋友 他们有学走路的时间就学练的 那时候几岁 那时候才两岁多了 他这还是训练的 你要是到花坡 看他们正式表演 那更精彩了 行 那你们好好练 我们就期待你们的精彩表演 谢谢 跳花节是苗族的一个重要节日 不同的苗族之系 跳花节的时间与意义也不相同 大南山的跳花节 与青年人谈情说爱 有着紧密关系 据说有上千年的历史 跳花节的主要活动场所 就在村子旁边的这面山坡上 这里有一个好听的名字 花山 大南山苗族重大的节日 都在这里举办活动 节日表演即将开始 村民们从四面八方 云起过来 此时王大中继续抓紧时间准备 第一个节目就是他的双飞燕 王大中的双飞燕 在大南山这块土地上 已传承了几百年 他的两个双胞胎女儿 每个体重四十斤 加在一起就重达八十斤 王大中平时在家务农 对双飞燕情有独钟 为了保住这门古老技艺 他放弃出外打工 一直坚守在大南山 除了双飞燕 跳花节上还有其他传统的舞蹈表演 其中大南山苗族 卢生搓步舞 特色鲜明 一般需要几十个人一起跳 舞蹈雄壮豪迈 展示了苗族鲜明 不畏艰难险阻 跋山涉水 寻求自由乐园的情景 舞蹈中 钩步变化多端 踏步声音浑厚 搓步动作灵活 具有很强的感染力 在花山上 我们还看到了吹木叶 这种古老的吹奏艺术 是古人的一种沟通方式 有一个女朋友在上面 我就从这里吹木叶 把它引下来 还有这么神奇的作用 您示范一下 这个示范一下 我们看看待会儿 有没有姑娘过来 可以的 还真有哎 这木叶吹了这么久 终于有姑娘来给您 挥手示意了 与树叶吹奏相比 大南山还有一种 同样古老的乐器 口弦 它用纯铜打造 据考证 这种口弦 在中国已有两千多年历史 被称为原古音乐的 活化石 口弦通过用手拨弄铜片 加上口腔的共鸣 发出原始独特的声音 令人展开无限遐想 华山上丰富多彩的 古老苗族艺术 让我们大眼界 也让我们对这个千年苗寨 更加好奇 大南山还有什么流传千年的 古老习俗呢 大南山苗寨 位于碧杰市七星关区 燕子口镇 居住着二百多户苗族人家 传说 他们的祖先是赤油 这里的苗族自称阿芒 由于年代久远 已经没有人能说得清楚 为什么叫这两个字 一千多年来 由于长期与世隔绝 苗族文化的精髓得以保留 尤其是这里的苗族语言 更是有重大的研究价值 1956年11月 全国苗族语言文字问题 科学研究会 通过全面论证 确定 毕解大南山苗寨的苗语发音 为苗语穿颠前方言标准语音点 因为历史记载 迁徙到中国各地 乃至东南亚 及南北美洲地域的古代 苗族的语言 祭祀 习俗等 绝大部分都属于穿颠前之系 所以有人说 大南山苗语 是世界苗族的标准普通话 为了更好的传承苗族语言文字 早在1957年 大南山就成立了 中国第一个苗汉双语学校 如今 这所学校里 依然传出朗朗的读书声 十个班 三百多学生 学习苗文苗语 大南山人的纯正苗音 得到了更好传承 除了舞蹈 语言 大南山的苗族服饰 也很好地保留了 最原始的制作工艺 极具特色 每到节日 女孩们总是最开心 她们又可以穿上 家人亲手制作的盛装了 这传统的苗族服饰 不但漂亮 还隐藏着大南山 千年苗族的千禧历史 是啊 是不是很漂亮啊这个 这个服饰真的太美了 这个服饰呀 这个就是咱们大南山的苗族的传统服饰 它实际上整个苗族的礼石呀 全部都秀在自己的身上了 你知道吗 你穿的是一身 历史呀 是文化呀 这苗族人心目当中呢 有几样颜色是非常重要的 红色 它是血脉呀 它的生命呀 黄色代表黄河呀 它们跨黄河 千禧呀 绿色呀 长江呀 是吧 然后还有黑色 黑色 这代谢祭祀呀 晚上呀 还有白色 白天呀 它是白天呀 还有一个它们更喜欢的蓝色 蓝天 北云 关键是这个针法上 我觉得是特别考究的 这个是苗族最古老的针法呀 这祖上传下来的最古老的 所以说大南山苗族是苗圆 它和其他地方是不一样 它和保持着原汁原味的 祖中传下来传统的 华寺一点不能改变的 原汁原味的传统手艺 对 对 对 全在这个苗家的这个服饰里面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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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南山除了苗绣以外 还保留有最原始的 蜡染等这座工艺 在这里 女孩很小的时候 就要学习刺绣 蜡染 因此 很多苗家传统的制造技艺 得到了很好保留 村边依然种植着用于织布的麻 徒手采麻 是每个大南山妇女 至今必备的生活技能 首先要打掉麻的叶子 然后熟练地去掉感心 拔下外皮 这种原始的采麻技艺 已经很难见到 人们凭借手工将采回来的麻 拉成细丝 再在这台古老的木制机器上 进行下一步加工 这边这是什么呀 这个呀 这个就是苗家的防麻机 很古老的 你别看它简单啊 要把它防好可不容易 这看上去真的是有年份了 对 您用它用了多长时间了 就是年了 我从小的时候和我妈妈 就是喊你自己去绣 就要自己放 我觉得这个挺有难度的 那是苗家姑娘都要学这项手艺吗 是嘞 这个大姐身上的裙子呀 衣服呀布 都是这个线织出来的 就是这个一丝一线的 然后过程的衣服 是嘞 这线就变成衣服了 大婶您教教我 教教 直直插 左脚踩 好 插就是踩 让你踩下去 快了 反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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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往前 你别往后 我觉得像我小时候啊 跟着爸爸妈妈学骑自行车 当时我那个 就觉得四肢不平手 现在又找到这个 童年的感觉了 这表情公义不容易吧 在大南山的历史进场中 村民们始终坚守着 代代相传的祖训 在这一传承原则下 当地完整保留了 大南山苗族的 传统习俗文化 随着交通 通信等方面的改善 这个千年苗寨 近几年才逐步让世人了解 今天 我们可以从衣食住行中 处处感受到 这种千年印记 这里至今还有一种 保存实物的方法 它比舞蹈 苗秀 更加古老 在村民李大春的带领下 我们登上了村旁的悬崖 这里有一个母竹洞 里面藏有大南山美食的秘密 我能有神明保佑的 老觉得里面是不是有什么 这个野兽之类的 不用怕 感觉是很冷 而且你看看一直滴着水 很潮湿啊 你猜猜里面有什么 在里面待着都害怕 还让我找宝贝 试试吧 看看吧 这边倒是有一个坛子 这不像是这洞里 本来有的东西 你很厉害 马上都 尼马发现一样东西了 这就是苗家 藏在洞里的宝贝之一 和宝贝多着呢 这个是酒 苗家的酒 罐子上面有些潮湿 为什么要把酒放在这里边啊 它这里 那个冻肠嘛 冻肠它很温嘛 冻暖夏凉 这样它和那个酒发酵 就正好达到最好的那个味儿 您说这宝贝就是酒啊 而且还这么好找 我还以为有什么宝贝 多着呢 即使小吧 还有啊 多着呢 除了美酒 东里还藏有其他神秘食物 因为有了山洞 它们变得更加美味 这里面怎么有这么多腊肉啊 我看看 这是那个老腊肉 好多年啊 你看这个样子 你看这一层白白的东西啊 它是湿望 上面有口 下面你听见 哗哗哗河流 有河流的时候 它这空气对流非常好 冬暖夏凉 那是保鲜的 天然保鲜的大冰箱 比冰箱还好 而且是节能的 对 不用开钱 不用开钱 大自然的恩赐啊 那洗干净就晾汤汤的 要是把它蒸出来 哟那个香啊 这深藏于山洞的腊肉 会被做成怎样的苗家美食呢 大南山物产丰富 这里的美味佳肴 大都就地取材 很多美食沿袭了千年 做法和味道始终未变 李大春是村中苗医 苗家的养生药膳 他最为拿手 今天他要制作一道 大南山名菜招待我们 它到底是什么美味呢 制作这道菜的关键 是使用大南山的草药 这些药就生长在李大春家的后山上 苗族人的医药文化历史悠久 博大精深 自成体系 大南山独特的卡斯特地貌 孕育出了上百种苗医用药 很多大南山人 对草药都很了解 李大春今天制作的是苗家八卦鸡 他首先选用自家养了三年左右的大公鸡 清理干净以后 接下来的工序就是在火上烧 双手又在火苗中来往穿梭 我们站在这炉子边都觉得特别热 您这一直在做这个烤鸡 不感觉手很烫吗 你看你手离火多近 不烫 因为这个就是 随便在这个火苗子上 手一麻一下就干净了 洗洗麻它就没用 制作八卦鸡 选用的是润肺清肝的草药 配上自己种的缓解疲劳的西洋参 当然还有这苗家特有的调肥皮 这个呢 有点像韭菜 像韭菜一样 但是我们苗家的香草 听香的你闻一闻 知道了 这就是咱们大南山苗家的味精 从来不用味精的 所有菜都用香草 我得越听越想吃啊 那现在能不能动手 我们做这八道鸡了 可以啊 这个鸡只能告诉你 只能八卦 然后谁吃头谁吃尾都是有规矩的 这个八卦鸡的来力呢 它是和祭祀和苗家礼仪有关系的 八卦鸡是大南山一道古老的养生菜 只有在重大节日宴庆尊贵客人时才制作 吃的时候鸡头要给第一药客 然后按照客人的重要程度 从鸡头到鸡爪品尝不同位置 它越嚼越有味儿 因为这个八卦鸡呢 是经过那个火烤了一阵 吃起来这个皮啊是很酥香的 所以吃起来这个八卦鸡 真的是香嫩和口 名不惜缠吧 嗯 从没吃过八卦鸡 第一次吃 对 好吃的还多着呢 大南山还有很多美味 为了庆祝今天的跳花节 村民们要制作长桌宴 招待远方的客人 我们将有幸品尝到 古老的苗族传统美食 大南山的长桌宴历史久远 由每个家庭制作一个菜 然后组合在一起 这里的苗家人 都会把自家的拿手菜奉献出来 王大忠正在制作一道 有着几百年历史的苗菜 它不但好吃 还有着特殊用途 这个是什么菜呢 我这个是盖碗肉 如果辛苦一点 你就是不吃 还有嫂子 也一定要 要去你吃 把手洗啊 往手洗啊 去你吃啊 不是喂你啊 喂你吃 你不是要喂你吃啊 那要吃多少才算是 那什么标准 至少要吃五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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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是你们来还客气一点 吃得饱 要吃过年 是亲戚朋友其他人来的 那个肉这样大还这样厚 不吃怎么办 不吃就劝力 就把嘴巴撬开 美女啊 吃下去 爽啊 就这个热情好客 对啊 苗家人热情好客 你不要吃下去它才高兴 你要不吃下去它觉得热情 哎呦没有被你接受 大家齐动手 很快几十人的长桌宴 就制作完成了 这里面到底有什么美味佳肴呢 您看这苗家的长桌宴啊 既丰盛又壮观 从这头一直到井井那头了啊 对 周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 这都有哪些菜品吧 这个叫苗家野菜豆腐 嗯 这个叫沙猪菜 哎 这个就是冻肠腊肉 著名的冻肠腊肉 就是咱们在山洞里面看到的那个脏味 哎 长宝洞里的那个 哇 你看 你当时说脏甚至亮堂堂的 现在看上去这个颜色很有食欲 那是 嗯 这个是香豆腐 嗯 哎 这个你知道 这个我知道 盖碗肉 对啊 咱们刚才看到盖碗肉 哦 就是那个蜜子的辣椒 哦 就配着这个来吃 对啊 然后 这个菜 南里青年在跳花节的时候 必须吃的一道菜 哎 为什么还要吃这道菜 有耳朵 有舌头啊 叫悄悄话 结交了以后 是不是要去说说心里话呀 要背着人说点悄悄话呀 不是舌头对着耳朵嘛 嗯 那现在是不是大家可以 动筷子开始吃了 别忙 嗯 那还有一个开宴仪式了 欢迎拿楼拿桌 大桌的羊肉 老鼻母子母流泪 种的嘛 各位领导 各位亲戚朋友 欢迎来到大南山 吃我们苗家传统的 成作业 请上座 哎 咬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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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咬 珍满苗家的米酒 唱起苗家的山歌 大南山人的好爽 让人无法拒绝 大南山人的好客 让人不醉不归 加起大块的盖板肉 每个人都被大南山的热情 所融化 吃完了长桌宴 年轻人又聚到花山上 男女相互退歌 表达爱意 欢乐的笑声 又一次充满了整个山谷 太阳已经下山 众人还是不肯离去 古老的苗族文化 魅力无穷 人们对大南山 依依不舍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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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